各位傳媒大家好 我是網絡安全及科技罪案調查科 科技罪案組帶子品總督察 以下來想和大家簡報我們網罪科 在昨天11號 一個針對著在網上被發佈 善惑他人犯法言論的拘捕行動 政府一直是呼籲市民 在新冠肺炎疫情的期間 要保障自己和他人的健康 奈何 我們警方近日發現 既然有人在網上的社交媒體平台 提倡去反對政府作出抗疫的措施 全民正同心抗疫之際 既然有人鼓吹確診人士四處傳播病毒 根據這個預防及控制疾病規例599A 第32條 任何人自知是屬於傳染病的接觸者 或者指明傳染病感染的人士 不得藉著他身處任何的道路 公眾地方 娛樂場所 聚會地方 會社 和酒店 或者藉著該處的行徑 而使其他人夢受感染的危險 為了確保這個公眾的 衛生和安全和市民的健康 警方進入深入的調查和情報的分析 在昨天11號 在中環拘捕了一名32歲的本地男子 他涉嫌在今年的1月份和2月份 在一個網上的論壇平台 討論平台 去鼓吹感染的人士 在四處傳播病毒 光泛了善惑他人 違反了這個預防及控制疾病規例 599A第32條 即任何人士 不得使他人夢受感染的危險 另外這次行動的調查裏面 亦都發現這名被捕人士 在去年2021年的5月份 在同一個討論平台裏面 鼓吹其他人 他對法官是使用暴力的 光泛了善惑他人 而同造成身體受到嚴重傷害 行動裏面我們檢取了一部電話 被捕人士仍然被拘留調查 而我們的行動依然是繼續 不排除會有更多人士被捕